我享受自己駕駛極限時 隔壁後面有兩個人貼著奔馬 鬥到尾,你過我我我你 贏了對方的喜悅是超級開心的 我自己覺得我是有天分的車手 但是很可惜我起步太遲了 我是過了那個機會的 但是我在我自己這個環境裏面 我是可以獲得最高的享受 從小一直我貫輸賽車很喜歡這件事 我爸爸也同樣地說 希望你懂得欣賞賽車這個運動 但是我不希望你參加 你要明白以前賽車 撞死是很閒的事 80年代 一年都死幾個 兒子我只有你一個 我自己都是喜歡M3 我自己都是喜歡M3多些 也都當時這個M3 真的是一部十分之出色 無論外形 機器規格 避震等各方面 全部都是新增 十分之靚仔 街青是一部很正的車 沒有第二個選擇 其實沒有第二個選擇 現代的車手 當然比我們幸福很多 我們可以在Simulator 去學習每一場賽事的賽道 他遇到什麼困難 做了什麼錯事 有導師可以教他們 我們那時候就不同了 我們是靠自己的感覺 去到每一個彎 快一點點 快一點點 一過了龍 衝出沙池 所以大家的方式是有些不同的 現在我看到有一些新的改變 我看到有幾個中國的車手 去鬥F3 在一些不太重要的級別 都有好的成績 變成它可以慢慢吸收 越來越上 而且他們的年紀 還在十七八歲 這個機會是靚仔的 這個世界很大 在這個級數裡面 和你一樣快的車手很多 你怎樣才可以突圍而出呢 要自律 要鍛鍊 還有最重要是心理質素 如果你克服到這三樣東西 這樣才可以成為一個冠軍級的車手 我是李曼琪 我是一個香港土生土長的賽車手 我是一個香港土生土長的賽車手 我是一個香港土生土長的賽車子 可以加上了一些金剛才 第二次按照可以請按照